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 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 明年三月是他们产卵的季节 湿润的树洞内壁挂烂了树蛙的卵袍 他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袍 等待着他们发育成熟 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 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地 而这些极少的卵袍 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 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 孕育繁衍后代对他们是严苛的考验 夜幕降临 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习惯夜间捕食的白石心内吸血出动了 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 就连树皮上的海鲜的细节都模仿了微妙微小 它一动不动 生怕惊动了白石心内吸血 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 面临更大危险的 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胖 而此时白石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 危险将至 能抛掉落水中 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 恰风骑士 这里看似明镜 却暗藏杀机 北部湾棱皮树蛙和他的幼崽 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 但在这棵树上 同样的危机 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